好 這韓國首爾黎泰院的踩踏悲劇 在聽到的時候 很多人覺得很難相信 為什麼會造成這麼嚴重的死傷 那我們現在就立刻連線 給在韓國獨立媒體的記者江冠玲 想要請教冠玲 就是黎泰院的這一次慘劇 至少已經149個人死亡了 根據您的了解 目前警方有掌握到 確切事故發生的原因嗎 有可能是因為什麼 發生造成了這麼慘重的悲劇 是 其實根據10分鐘前的最新新聞報導 現在的死亡數已經又上升到151名死亡 82位受傷 其中死亡的外國人數 從兩位攀升到19位 方才不久在駐韓的我國代表部 也說目前初步判斷 是沒有我國國人的當往的出現 這一次原因為什麼會造成 這麼大的財大事故 其實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在黎泰院這邊有許多的小巷子 那初步判斷是說這些小巷子呢 在短期內塞入了 離泰院大約有10萬人湧入這個區域 那在這個區域這個 大家一時之間無法擠 無法離開 大家擠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斜坡 上面人一倒下面人就跟著一樣 像骨牌一樣跟著疊下去 就導致的在其中一個比較窄的巷子裡面 導致了這個踩踏事故的發生 好的那冠玲我們就是看到這個新聞媒體報導 當地的報導指出說有可能是因為這些群聚狂歡的民眾 看到有名人出現 那也有人傳說是因為現場在發毒糖果 有這樣的情形發生嗎 其實在這個事故發生的當下呢 網路上有非常多傳聞 有一說是有名人出現在這個 泰院大吉的酒吧上 所以大家就在那邊瘋狂 然後就往那個地方兇勇而至 但是呢另外一個說法是說有人在發毒蘋果 那根據目前警方口供 其實是沒有看到有人說有這個毒品的狀況的發生 那名人究竟是哪個名人出現 目前也還有待確認 但目前至少確定的是這個踩踏事故 主要是發生在這個 漢米爾頓飯店的這個隔壁的這個小巷 大約是一個大約寬5 寬5公尺長40公尺的這個斜坡 就基本上151名的死者 有將近50名都是在這裡當場死亡 然後被搬到附近的體育館 然後再轉送到醫院的太平間 好的冠玲 剛剛提到說這個發生踩踏死傷最嚴重的地方 就是在梨泰院漢米爾頓酒店旁邊的這個小巷子 您剛剛提到這小巷子大概只有5米寬 其實是非常非常窄的一個巷子 那麼在短時間內這麼密集這麼大量 可能有上萬人都擠在這條巷子裡頭 照理來說應該就像沙丁魚一樣 大家動彈不得身體貼著身體 那麼這一次擠進了10萬人 是不是也跟疫情之後的解封有關係呢 沒錯 是的 近兩年韓國因為疫情 就是大家就是悶了很久 那這一次的歷解封再加上韓國最近開放觀光客入境 那離台灣一直以來又是美軍基地 龍山美軍基地是在附近 所以這一帶是以外國人的這個酒客啊 觀光客也好 都是聚集全韓全首爾最多的地方 那這一次事件發生 其實也有很多的觀察是說 大家一緊進去那個巷子 大家想要離開 但是人擠的人動彈不得 那最後的情況就是說 上面的人一擋下來 下面的尤其是女生比較矮小 被壓在下面就連警察 或者是消防員要把他拉出來都拉不出來 那剛剛也有這個韓國晶晶的報導也說 如果說一個成人65公斤 那我們這一群人如果擠在這個5公尺塊裡面 只要把他填滿 基本上最底下人可以承受的壓力 最大是到15噸的壓力 那這樣的情況下 警察就算是四個大男的同時 在拉那個女生也是拉不出來的狀況 最大導致這次的狀況 而這次的死亡數是與女生最多 那其中151名有97名是女性 54名是男性這樣 好有將近100個是女性 那其實我大概可以想像 這現場的狀況 因為如果前面一陣混亂 有人倒了 後面的人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可能就往前擠 或是聽到要逃 然後大家就開始一直往前推 就這樣一直往前擠往前推 有人倒下 有人踩過去密密麻麻的 這些人竟然在現場 據說疊成了 大概有兩層樓高的人牆 那麼像是我這種比較身材嬌小的女生 其實在這樣的現場就非常危險 因為只要一跌倒一倒下去 恐怕就沒有機會再出來了 那麼其實這也跟當地的這個地形有關係 像是冠林 你剛剛講到的就是 發生最多死傷的路段 是在離泰院的漢米爾頓 酒店旁邊這個五米寬的小巷弄 而且這裡是一個下坡路段 你可以簡單的來告訴我們說 這個現場的地理環境跟位置 大概是什麼狀況嗎 基本上林泰院 它是一個大的酒街 再加上旁邊有很多的小巷子 那這個小巷子的話 又很多是因為離泰院 韓國的地形許多是斜坡 那這個漢米爾頓酒店的這個 旁邊這個斜坡又特別窄 那尤其這一代的酒吧特別多 那在這一代的酒吧 它就沿著巷子兩邊這樣子開 那是不是就會很多人會從那個 剛從夜店啊 或者說剛從酒吧走出來 那就會造成這個小小的巷子 短時間內要承受從酒街來的人潮 要承受從巷子旁邊 酒吧走出來的人潮 那自然又很多 然後再加上這邊其實還有個平臺 它旁邊是一個小平臺 就是很多人會在那邊抽菸 所以說就是說這個平臺 基本上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人群匯集之地 那就是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造成說這個斜坡的死亡人數 會是這一次事件的發生點 加上事件最多死亡產出的所在 好的 我們謝謝冠林 為我們帶來最新的 這個離泰院事故的消息 那麼我們也希望這個死傷的人數 不要再往上增加 發生這樣子的意外 大家都不希望 但是悲劇一定是有其原因